大家好 所谓金融男的择肘观 在外界人士眼里 要么根本就不了解 要么就直接误解 先和大家明确下 这里的金融男取值范围 1.年收入100W加级以上 2.任职大型金融机构 国企或私募机构 中层以上 3.年龄大都在35以下 已婚或未婚 正处于婚恋市场的抢手期 为什么这样取值 主要还是为了匹配市场预期 毕竟大家看好金融男 都是看好了优质多金这一点 当然 这里的多金也分两种 一种纯靠个人奋斗 一种是靠家庭脱底 第一位金融男A 现任某知名基金投研团队的力端 基金投研这四个字 只要一说出来 大家就知道工作压力有多大了 没日没夜 比互联网996更夸张 而且业绩压力从不间断 时不时要面对各种排名的PK A大学时候也认真谈过几场恋爱 但都无疾而终 直到五年前在一场朋友聚会上 认识了现在的妻子 一个北京女孩 不到半年就闪婚了 我们问她为啥结婚这么快 她回答得很干脆 她是那种相处起来 让我觉得很轻松的女生 这种情绪价值太难得了 我必须赶紧娶回家 A的妻子 一个外企普通职员 样貌中等 学历中等 家境也中等 但她特别爱笑 性格爽朗 为人处事大风得体 是那种很有感染力的姑娘 不仅如此 她还特别独立 平时A有时间能和她一起玩的时候 他们就尽情享受四处旅游 A忙的时候 她也不拖后腿 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特别充实 现在他们有了娃 她自己一个人带着娃各处去玩 整天元气满满 A这种择偶关我其实很理解 金融精英 说起来光线高端 但背后所承受的压力和付出的时间 不是身边人 是根本无法体会 也很难想象到的 越是在这种竞争压力大的行业里 一个男人所渴望的另一半 反而不是颜值 身材 加是这种在别人眼中加分的特质 而是能在一天的疲惫后 让他彻底卸下伪装 放下防御 轻松舒服的那个人 第二位金融男逼 30岁是一家私募公司的老板 年薪估计比百万还多一个零 当然热钱也不都是他自己赚的 他母亲是某二线城市的地产商 你懂的 B倒不是那种顽固子弟 从美国top 20 硕士毕业 理工男 对名牌啊 party啊压根不敢冒 清清爽爽一个男生 平时就和我们一样撸串喝酒 B有个女朋友马上就要结婚了 是一个有才华也有理想的财经新闻记者 个子很高挑 整个人迎面走来 都散发着那种知识分子的独特气质 据他说 未婚妻家境一般 父母是他们同一个城市的公务员 但也处于不错的阶层 对女儿的培养尽心尽力 所以这个女生的品味谈吐都很不错 也和B一样 是个重点大学研究生 按理说B这种家事和工作 想找什么样的女孩找不到 但她和你有感情一直很稳定 也没在财务上产生过什么纠葛 一方面因为她说 你有对自己是富二代 这是基本无感 和她相处平等又真实 该说说该训训她很受用 而且和其他女孩不一样 你有重视精神共鸣 对物质看得不重 平时过生日买礼物 从不要珠宝服装这些奢侈品 就追求旅行啊 看展啊 严学啊 这种独一无二的体验 另一方面 她父母也格外支持B和这个女生在一起 因为来自地产家庭的他们 对财经新闻记者这个职业天然充满好感 第三位金融男C35岁 他算是一个典型的凤凰男 父母都在西南小镇务农 从小到大上学 都是靠助学贷款支撑下来的 但他同样也具备凤凰男的典型优点 有奋斗精神 有野心且极度聪明 毕业后进入金融圈 他就是靠着极强的工作能力 和不折不挠的攻坚精神 从新人迅速成长为业务总监 年薪也早就过了百万 三年前 他结了婚 结婚的对象让我们大呼意外 是一位颜值超高性格 还温柔的女神级人物 对BA的五短身材 不知强了多少倍 我们私下问他怎么追到女神的 他和我们说 大概有一年时间 他就做两件事 拼命工作赚钱 毫无底线地苦苦追他 因为女神身上那份自信和闪耀 使他极度渴望 且一直都缺乏的 婚后这几年 他一直在继续奋斗 周末不是去和客户打球 就是去深造MBA课程 但在他丰富的闲暇生活中 很少见到妻子的身影 现在他几乎很少 和我们分享自己的情感故事了 但我能看出来 他的择守观 很大程度上是在弥补自己的缺憾 自己不够帅 就找个颜值高的 自己性格强硬 就找个性格温柔的 说白了 还是匮乏感在作祟 这种因为原生家庭和童年经历 所带来的匮乏感 是个无底洞 他一直在用更多东西去填补 包括更多的情感关系 反而在得到以后 情感本身变得没那么重要 第四位金融男 严格意义上 他不算典型的金融男 因为他是一所大学金融学的讲师 当然 是国外知名大学博士毕业后 回国任教的那种 年薪现在没到百万 但只日可待 失利未婚也还没有女友 我之所以问他 纯粹因为好奇高学历 人是对另一半的要求 是否有学历的上下线 没想到对这个问题 师弟很坦诚地说 就我个人而言 同等颜值与同等程度 对我好的情况下 学历越低 优势越大 本科最好 原因非常简单 学历和情侣之间聊不聊得来 相关度很低 在学科壁垒已经非常严重的今天 两个非相关专业的博士 理解对方的研究 领域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再加上 俩人能读完博士 必定都心智坚定 让这俩已经拥有非常坚定世界观的人 去彼此沟通 反倒会增添沟通成本 双方都要做出更多让步 那你要不要考虑 找个同一专业的博士 做另一半 那回答起来 相信我 所以现在很多姑娘感慨 好男人都哪去了 咋遇到的全都是渣男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因为好男人大多在校园时期 就已经被优秀和有眼力的女同学 提早锁定抢完 不在市面上流通了 现在但凡我们能看到 在市面上频繁流通的 都是因为各种原因 没被锁定的问题自然多了点 所以还是强调下 谈恋爱 则五官很重要 但时间更重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